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欢迎来自风家北 第三分区居委会的朋友 欢迎你们 欢迎 好 分成四组的淘汰赛 有红 黄 蓝 绿四组 然而上两个星期 蓝组跟绿组已经较劲过了 今天是轮到 红组跟黄组来较劲了 红组组长 冯雪莲是无意的宇组长 他活泼开朗 希望通过他的活泼 他的开朗 引导出同学们更有活力地 去展现他们个人的才华 红组 红组 红运当头 团结一词 加油 加油 冲啊 红运当头是大好的运气 好 祝你们好运 那接下来黄组 又会是哪六位参赛者呢 好 来看一下 黄组的组长是郭崇照 崇照呢 是音效神大不善于园台 很可惜的黄组里面呢 明峰他最终推出了比赛 因为他的颈椎出现问题 那希望他早日康复 很幸运地在2017年第二系列的 黄组年华比赛中的红组 他愿意顶上了这场比赛 当我接到通知 我感到七月万分 我马上就答应了 因为我就可以重新回到 这个怀念的舞台 黄组 黄组 我们追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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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啊 拼啊 拼得好大力 我看到红组的脸上 洗上眉梢 血跃万分 真的 原来是如愿以偿的 可以回到我们的黄金舞台 那我们这一轮的赛制呢 就是红黄两组 这个十二位同学当中 有一位是要被淘汰的 这个任务 当然就交给我们的评判团了 好 马上来欢迎他们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 我们的资深歌唱老师 云翔老师 歌台红人朱丽丽小姐 资深歌唱导师林俊杰老师 我们三位的评判嘉宾 将会根据以下的评分标准 来评分 音色音准 歌唱技巧 感情处理 舞台魅力 以及可塑性 各占20分 总分是100分 好 那我们所有的参赛者 都是由吴坤杰老师 来为我们指导的 辛苦了 吴坤杰老师 共分四场的淘汰赛一呢 今天要进行的就是第三场的比赛了 然后我们的指定歌曲依然是感恩的歌 是的 两组的组长先介绍一下 好 黄组的组长就是冯崇兆 欢迎 这个红组的组长就是冯雪莲 两个都是冯 人冯喜事精神爽 真是山水有相逢 是 是 是 好 红组的队长今天 哇 还带筷子来啊 我们没有提供饭菜 怕不够用 要派谁上阵 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敬老尊先 就让大哥先来吧 谢谢许莲 那我就选洪俊吧 既然他那么开心 就由他来开始吧 那我们就请加松大哥参春吧 洪俊呢 这一些年来 所收到的恩惠的点点滴滴 他都记在心里 所以今天呢 他就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 谢谢你的爱 不要问我 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 你不懂我伤有多深 要破开伤口总是很残忍 劝你别做痴心人 多情战却保留几分 我喜欢孤独 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 这分明是一种痛苦 在人多时候追着沉默 笑容也寂寞 在万丈红尘中 找个人爱我 当我避开你的容穷 泪开始坠落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再谢谢你的爱 我不得不存在 像一颗尘埃 还是会带给你伤害 还是会带给你伤害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再谢谢你的爱 再谢谢你的爱 我不得不存在 在你的未来 最怕这样却是带给你 永远的伤害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这分明是一种痛苦 在人多时候追着沉默 笑容也寂寞 在万丈红尘中 在万丈红尘中 还是会带给你伤害 还是会带给你伤害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再谢谢你的爱 我不得不存在 在你的未来 最怕这样却是带给你 永远的伤害 红组编号一的陈佳松 是 他说他小时候非常顽皮 有一次他掉进一个大水缸里 结果还好他妈妈把水缸敲破 才救了他一命 喂 这不是司马光的故事吗 他怎么变陈佳松的故事了 他就是copy司马光 我看这里copy 所以他很感激他妈妈 对他的爱心跟耐心 是 所以佳松大哥呢 今天要选唱一首 不是一个比赛的热门歌曲 《懂你》 来掌声鼓里鼓里 谢谢 谢谢 activists 牙都变成你 太 Bei等别人 咬顺眼 Nev声 黄晴晴的盛放 洋太太 belly 小~~~ 你要向你 Ensign 通往 寂寞的寂寞的心有誰還能夠體溃 是不是春花秋也無情 春喜求來你的愛已無聲 把愛全給了我把世界給了我 從此不知你心中苦已冷 多想靠近你告訴你我其實 一直都懂你把愛全給了我 把世界給了我 從此不知你心中苦已冷 多想靠近你 依偎在你溫暖寂寞的懷裡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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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復智結束 夕得繁忙 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 多想靠近你 告訴你我心裡 一直都懂你 一年一年风酸遮开了笑颜 你寂寞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 是不是春花秋叶无极 春起秋来你的爱与无声 把爱选给了我 把世界给了我 从此不知你心中苦语了 多想靠近你 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懂你 把爱选给了我 把世界给了我 从此不知你心中苦语了 多想靠近你 以为在你温暖寂寞的怀里 多想告诉你 你的寂寞 我的心同在一起 一切 哇 欲强则强两位呢 都是非常稳的歌手啊 是 尤其是家松 是 尤其是家松 你选这首歌我是没有听过 哇 又长又难唱 真的是勇于挑战 那洪俊这次能够再次回到我们黄金舞台 马上就要应战就选唱这首歌 积极的去练这首歌 是 所以人家说呢 我们平常都要处在被战的一个状态里面 对不对 随时有机会马上就能够拿出好成绩 是 好 那今天两位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的评判老师们怎么说了 来 朱莉莉 哇 洪俊 不见你一阵子而已 对你刮目相看 歌唱进步了不少 真的 我有被感动到 你有层次感都有做到 所以你今天 very good 谢谢老师 加松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难捉摸的 upbeat 拍形式的歌 虽然说你对他有了解 你有唱过比赛 记得不要拿这种歌来挑战自己 如果你一up错了 你就玩整首歌就up完蛋了 洪俊 你唱这首歌 前面三句跟你讲话都有一点点东西 就是几乎是这样的唱 但是我讲 为什么你唱歌的时候 你声音会低了一点点 唱了第四 第五 你越唱越好 你不敢不想 不应该 再谢谢你的爱 所以你在后面的时候 我就完全被你感动跟征服了 唱得非常好 那么加松开始的表现 我觉得你还是蛮稳的 但是你第二次的进拍的时候 你一吸一口是 我早起了 开始紧张了 后来你的速度也跟着越来越快了 下一次进场的时候 找一些比较稳的歌吧 好不好 谢谢 没那么大的压力给自己 好 谢谢 我从洪俊开始说 其实我觉得你在台上的那个台型 舞台魅力非常好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的话筒 其实用得很好 那种距离去制造一些那种音色的改变 然后整个那个歌曲的不同的那个意思 都做出来 那我觉得可以再好的话 你就要下点功夫 我觉得那个话筒有时反正不要拉那么多 因为你不怎么可以控制你的声量 所以有时它那种大小声会跑来跑去 所以再继续加油 那加松大哥的话 我觉得你的音色控制得很好 可能它的拍子那个算法的话 我觉得你没有算得很清楚 因为开始的话 我觉得你的重音有点重 所以好像 好像每个字的一个 你一开头都压得很重的时候 它有点好像整个旋律的那个流畅度 有点被打乱了 所以下一次给它稍微的比较流畅一点的话 那个韵律感就会比较出来一点点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洪峻在第二片的时候 歌词一点辣了 就唱乱了 你还很镇定地把这首歌演绎完 那是很好的一个精神 那么加松你其实在我调教后手唱的第一遍是很好的 在第二遍以后呢 在中半段的进门你就开始慌了 到了最后才抓回来作为结束 这点非常的可惜 这个是个经验了 好不好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们两组队长是要选谁来应战 该有女生来登场了吧 我们就请出我们的美女谢秀兰 我们这边也有美女 我们就派林丽兰来出场 好那马上要出场的呢 就是红组的编号二谢秀兰 那其实他就回想到当时呢 跟他的先生呢 他们出差到美国去 结果一到那边没多久呢 就接到了他父亲世事的恶号 那今天他就给这首 我真的好想你 来表达对家人的爱 真的好想你 我在夜里梵花育盆 在夜里梵花梨梅 追雨的彩晩梦 也知道我的心 默默的为我送温馨 真的好想你 我在眼裡不還黎明 天生星星也了解我的心 我心中只有你 千山萬水怎麼能割圖 我對你的愛 月亮相片輕輕地飄著 我的你的年輕 真能好想你 你是我長安的禮物 好冷的冬天又 也早已過去 月春色鋪滿你的心 是你 全能好想你 我在夜裡不還意 天上星星也了解我的心 我心中只有你 你的笑容就像一首歌 只吻着我的爱 你的声音就像一条歌 只吻着我的意气 真能好想你 你是我生命的黎明 海冬天流一早已过去 愿我留在你的心 热爱舞台的黄组编号2 林丽兰她就回想起了 在2016年的时候来参加我们 黄金年华歌唱比赛的途中 她的父亲就不幸逝世 原本打算退赛了她 因为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励 要她勇往直前做到最好 是 所以今天她就想要带来 父亲生前最爱听的歌曲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爱过的人 我已不责拥有 试图过的人 要相信的理由 试图过的人 要相信的理由 试一试我的爱情 等不到天从地久 错过的人 是否可以回首 爱过的人 要相信的理由 爱过的事 没有任何情绪 失多故事 有相信的理由 债予着我的爱情 等不到天从地久 爱过的人 关着我的爱情 等不到天从地久 只可拥有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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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 以前和傷心的理由 最後我的愛情在故事裡慢慢成就 以前和傷心的理由 最後在別人的故事裡我被 愛過的事沒有任何請求 許多故事有傷心的理由 拒絕我的愛情等不到天草地久 所以過的路再也不能停留 以前和傷心的理由 以前和傷心的理由 結果我的愛情在故事裡慢慢成就 以前和傷心的理由 以前和傷心的理由 結果在別人的故事裡我被 我被傷心的理由 結果我被傷心的理由 我被傷心的理由 我被傷心的理由 真的好想你这首歌 我好喜欢 因为这种歌曲曲风 也是适合我唱 有感动到你吗 感动到我不能动 怎么没有感动到 是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这本来是男生的歌 丽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给我们听出了不同的感觉 是我爸爸最喜欢的 所以我就是要唱这首歌 好 那到底有没有给我们的评判老师们 惊喜呢 我们就来听听看 然后我们有请俊杰老师 我从秀兰这里说了 这个歌有一点是 我们说以艺术 还有一点名歌 有一点方式来唱 我觉得犯了那个错误 就是在声母上面 要小心一点点 因为你在那个 那些好像真的 好像你像这种声母 那个气口有点太漏掉了 变成那个韵它上不去 它就 那些呃的音就会比较亮一点点 真的好想你 我在一粒不还粒 所以那个气口要轻轻地 不要那么重 那就会更好一点点了 好 请注意 加油 那丽兰的话 你刚才唱的首歌 我觉得重新诠释 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 你把那个歌当是你自己的 然后把心声唱出来 我觉得感动力很够的 谢谢老师 我觉得就是在声母上面的话 你习惯性地用很多那种声母的声音 就是爱国的人 那些 那些 我已不在 你的拍子对 可是那个 是 暗 是 阴 它都脱拍了 所以造成好像听起来 你好像有点脱慢的感觉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秀兰 你的音色是有点带沙的 是吧 这首歌是应该有干干净净的声音来唱 但是 我还觉得你唱的这首歌还OK 我还觉得蛮不错的 都有柔道 所以 Good 谢谢 林丽兰 其实你的音色是 是有的 但是你是不懂得去运用 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时候 你是轻 但是你轻到 那两段都是在飘 你的音准还有带加强 谢谢老师 加油 OK 秀兰 秀兰我们先讲优点吧 那么就是说外形好 声音也甜我觉得 那你选歌也对 谢谢 还有就是说你唱前面这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你好像在跟情人在唱 其实他的内容讲是好像在想念情人 对 我就是在想我的老公 但是我老公今天不在场 我就是想象 所以中间后来又想爸爸是吗 所以在副歌的时候我觉得你表达得很好 就是高音的时候我觉得你都表达出那个情绪出来 谢谢 OK 那丽兰呢 你在那边摆Pose的时候灯光一照 我就觉得好像个性 你很有那个架势在那边 但是我就期待他有更好的表现 因为你的开头让我一点惊艳 可是你唱歌的时候我想说稍微注意 就是还是咬字 你很多的Histing Sound 太多了 所以你稍微要注意一点点 两位都非常的稳 这是很好的 秀兰 这边有把我教的那种犀利的感觉 唱腔里面的轻重的刚柔都表达得到 好 丽兰呢 你真的很有舞台的魅力 一到舞台一到表演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老师们所点的 也就是我常常讲的一些 你继续努力把这些好好的克服 好不好 期待两位更好的成绩 好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请两组的组长 又给我们推选你的这个学员 经过了两位高颜值的淑女之后 黄祖的组长崇兆 崇兆大哥 你要选哪一位呢 让我们的陈俊祥来高歌一曲吧 俊祥大哥 嗯 雪莲 那就由我们的身形饱满的罗宾来删证吧 好的 那先出场的呢 应该就是黄祖的编号三的陈俊祥 他说母爱是最伟大的 他就好像是不欲我们成长的一个避风港 是 他要借机来表达对母亲深切的怀念 一起来听《怀念妈妈》 《怀念妈妈》 我又多久没有回家 要望老家的蓝天 就像亲妈妈的白方 一生辛苦都是为了我妈妈 你尊为大 我怀念你妈妈 妈妈 我真的好想你 妈妈 我的妈妈 妈妈 我的妈妈 我还记得你的说话 有我好爱的作人 不要疼 古归融化 我要你永远 健康快乐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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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陪伴你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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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记着你所美的计划 我也会永远 永远的 怀念你 妈妈 妈妈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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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有多久没有回家 要望老家的蓝天 就像是妈妈妈的白方 你一生辛苦都是为了我 妈妈 你尊为大 我怀念你 妈妈 我怀念你 妈妈 唱歌是人的天性 尤其是小孩子 高兴的时候他就会唱歌 对 就好像红组的编号三罗宾 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 然而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启蒙老师 对 他妈妈最喜欢那首歌 就是远处的歌声 这首歌也曾经让罗宾得过冠军歌曲 一起来欣赏 人中有个神情 随风要送到这里 歌声是爱原地 使我听歌黯然声音 啊 那是谁藏出我的声音 有谁比他更知道我 什么都不必再多说 远处有个神情 随风要送到这里 歌声是爱原地 使我听的黯然声音 有谁比他更知道我 啊 那是谁藏出我的声音 有谁比他更知道我 什么都不必再多说 啊 啊 啊 那是谁 bajo悲欢 분�度有个神情 在 Babeho 讲这是爱原地 啊 啊 啊 那是甜情 我手都不 Glen active similar 啊 啊 那是谁 演出的歌聲 這首歌非常的抒情 跟那個尋覓 好像類似一種風格 對呀 我發現你很喜歡唱抒情歌曲 唱歌就是要唱感情的 快也是有感情 不過慢得比較厚 比較多 比較濃一點的感情 是 那好像俊翔大哥今天演唱這首歌曲 也放了好多的感情進去 對 因為我想到 因為我從小都是一個利益的家庭長大 一首是由我媽媽帶打 那十多年前她往生 所以我今天借這個黃金舞台 來紀念我媽媽 我相信媽媽聽到了 母子的感情非常的深厚 就連我們的觀眾朋友 在聽你的歌的時候 我都看到有一些落下了眼淚 是 我知道在唱的當中 你一直在控制你的情緒對不對 對 是有點難 因為老師交代要控制我的氣息 是 好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評判老師們 覺得你們今天唱得如何 OK 俊翔 老師 你唱歌非常的投入 謝謝 但是我相當佩服了 因為你唱到都已經流淚了 那麼你的聲音還可以保持 我覺得相當的不錯 謝謝老師 好 羅兵 OK 聲音我覺得你不錯的 但是手你表達的時候還不到位 那是誰 那是誰 站出我的傷悲 情緒方面你的語氣跟語感 可能需要的加強 俊翔 老師好 其實這首歌有三遍的 但是你跑拍的那一點都在這三段都同樣的一點 我要你永遠健康快樂 等我 等我回家 然後問了你老師 你老師講說你故意的 那我就覺得說OK啦 但也不是跑到哪裡去 你仍然還可以接下一句 這個你很幸運 老師這樣子講要不然你完了 感情豐富是有的 你還厲害一點 忍攻一流 眼淚沒有流下來 眼淚沒有掉下來 你一break 你掉下來你就完了 你全部後面你就不用唱了 還有我們的羅賓 你的音色是很美的 但是音準也不錯 就是副歌的感情沒有 feel不到你的 有再進入你的副歌 你那種高潮的那一方面 因為這首的歌曲 他的節奏比較快了一點 所以我沒有辦法 如果這樣的話我會敢拍 那你現在講話我就可以感覺得到 你應該敢不到了 是 所以我就這樣中間 對對對 是 是歌曲的錯 不是你的錯 所以你改次選歌要特別注意 是的 是的 謝謝老師 最喜歡我覺得 今天這個歌的話 前面那個 媽媽 我的媽媽 媽媽 那兩句再加第三句的那個爆發點的話 我覺得有做到那個鋪陳 所以做得很好 唯一我會不會去再改進的 我覺得你的轉音要轉得再精準一點 所以再鋪槍一點點的話 這種這樣的歌 它的感覺就會更濃力一點點 好 加油 謝謝老師 羅賓我覺得今天這首歌的話 我覺得沒敢做出來 那個感動的話我覺得才可以多一點點 下次加油 金翔在這首歌練習的時候 都幾乎每一次練習都要落淚的 不過他還好控制得住 而且在每次演藝完的時候 都把整首歌的過程演藝非常的到位 那今天在現場表演的時候 他太投入了 甚至於最終都哭出來了 在現場的時候反而是要更控制的 你不控制的話 你一落淚我們聲音就會差了 所以剛才就有這一點點的小瑕疵 不過季翔他是一個很感情豐富的人 肯定是個好男人 謝謝 一看他的高度就知道好男人 羅賓你 你常常給我跟在場的評判老師們的 這個感覺就是華而不實 就是你聲音很美 可是這樣一陣風沒有爆發力在裡頭 所以這點你必須要努力 好不好 好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種 贏了是一種榮耀 然後輸了也有進步的一個理念 是的 不管高分低分 我們都要有那種一笑而過的心態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他們幾位 對分數排行的狀況 好 看到了我們的成績了 現在我們就要為大家公布的是 紅組跟黃組的最高分 他們到底是哪一位學員 好 你們猜 紅組最高分是幾號 二號 二號 好 呼聲很高 那黃組呢 是幾號 幾號 這個好像成績都是你們決定這樣 對啊 好像你們就是我們的評判嘉賓 那到底你們的猜測正不正確呢 準不準呢 馬上就為大家揭曉 請看 請看 好 馬上就為大家揭曉 請看 紅組第二高分是羅賓 恭喜羅賓 恭喜羅賓 獲得78.4分 然後紅組的第二高分呢就是 陳俊祥 恭喜獲得81.4分 剩下兩位 他們的分數沒有出來 分別是林立嵐還有陳家松 對 兩位不要氣餒 因為下個星期還有一場淘汰賽 是 是 如果下個星期他們的分數比你低 哇 那你們就還好 你們就進圈 對 因為我們12位參賽者呢 只會淘汰一位的 是的 祝福你們了 好 那節目到了尾聲 我們首先要謝謝 最辛苦最辛苦的老師 吳坤傑老師 辛苦了 也要謝謝我們的三位評判嘉賓 謝謝 是 下個星期就是淘汰賽一的第四場 也是最後一場了 那麼同時也是選唱感恩的歌曲 所以一定要支持我們喔 是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黃金蓮華之鬥歌精益精英賽 精益成金 拍拍信心 今天進行的是第一回合淘汰賽的最後一場比賽 要字你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咬得 咬牙切齒 哇 你還會啊 哇 現在這種貝色 我本身就是要暗唱 你很可愛的 你很可愛 謝謝 各位請多多多多多 我講一個字 你來一連串 我就回不過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進行的是第一回合淘汰賽的最後一場比賽 咬字 你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咬得 咬牙切齒 你還會啊 我 現在這種貝色 我本身就是要暗唱 啊 あなた可愛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皆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講一個字 你來一連串 黃金蓮華之鬥歌精益 星期五 下午3點30分 8頻道